一個妙齡少女 在走廊裡鬼鬼祟祟, 究竟做什麼呢? 又有另一位青春少女 貼了一張紙在門口, 搞什麼呢? 原來一切是林洪友的前奏 你任何事都不用承擔 但是我們整個家庭的父母 即是哥哥哥姐姐 找不到你, 就用我們承擔 洪生一家人生活十分平靜 不過四個月前 家裡就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 被人林洪友? 被人打電話騷擾? 門口被陌生人監視? 一連串事件, 軟子姐姐借了高利台 上網打電話, 借了十幾二十萬 他問二線的借 我們第一次跟他說 就跟他還了, 還了四五十萬 打算沒有了 有份工作, 自己慢慢退錢給他們 後來他還有十幾萬 每個月原來就要還差不多九千元 他沒有出聲, 結果到現在 他再問二線那些… 這次有大魚洞的借 我們才會再發現 問他才會說出來 回顧囝囝欠債的數字 的確非常厲害 先借一線財務公司 後來是二、三線的財務公司 最後轉向網上借貸 價格賣賣超過十幾二十間 那究竟哪間財務公司追數 自己也搞不清楚 一線財務公司 一線財務公司 借了兩間 收到一間 一間很少, 只有幾千元 一間財務公司 一間財務公司就有十幾萬 二線財務公司就有十幾萬 計算, 二線財務公司 二線財務公司也有二十幾萬 大魚洞財務公司 我們計算了一個本 它借出來的, 也有十二、三間 其實財務公司不太多 有些財務公司就有七、八千元 但十幾萬財務公司就有多 而知無力玩債 於是在1月18日申請破產 以為可以暫時鬆一口氣 誰知道原來是連串追債行動的開始 19日第二天, 大魚洞 發了一條訊息給我們 說會上來淋我們紅油 還發了一段影片 他們淋第二間紅油給我們 恐嚇我們 我們是19日報警後 在19日安裝的營營 然後我們安裝營營的原因 就因為19人收到大魚洞的恐嚇 到23日他們真的過來想紅油 我們再過兩天 過了一天就走 大門路都是安裝一個營營營營營 你看到現在的紅人的跡 地上都是紅人的跡 還有我們脫襲也是 有個女生每天都上來貼追訴 大字報列了在我家裡 每天都收到她們的短訊 叫我們交出兒子 否則你就沒有日安寧 每天都會有人上來搞你們 每天都有電話 可能最少都五、六個以上 一人欠債, 全家受慮 紅山一家為了應付追債行動 可謂疲於不明 有些人跟我說, 你可以調遷 但是我跟太太相談了調遷 如果她找不到我們, 她沒有家裡 她會否搞我其他兩個子女呢? 對吧? 因為最慘是她知道 我們整個家人的電話 我兒子結婚了, 有兒子、有老婆 如果找不到我們 會否去搞小孩呢? 會否去她工作呢? 沒辦法, 也要在這裡住 不想連累小孩, 對吧 你有生氣過兒子嗎 有, 真的有 問心說一句 我和太太 拿了五十多萬出來 我再過幾年後都退休了 我有退休金或甚麼 大家都可以有退休金 可以…叫做養老婆, 不是多 但是現在… 都沒有了 可能是否我們自己做父母 真的沒有怎樣管教她們 管教她們的兒女 或者甚麼導致她們這樣呢? 欠債還賤, 天經地義 洪先生也明白 有債有還, 上等人 只不過債主追債手法 咄咄逼人, 令她頭不過氣 我一定是希望她們被判斷 可否只是拿一個本, 算數呢? 老實說, 如果你們要計算本 或是色上加色的一大堆 我們一定沒有能力還給你們 如果你們可以將就… 我們不是不想還 而是沒有… 真的…你色上加色, 我們沒辦法還 有債要還, 當然合情合理 沒有債要還, 就認真莫名奇妙 經常使用信用卡消費的張先生 在1月16日收到 自稱是財務公司的奇怪內電 開始的時候, 她就說 你好, 是不是張先生嗎? 然後我就說, 是 當時我不知道她有我的個人資料 然後她就說, 我在某張信用卡 有幾個月的卡數增加了 就說我沒有還 但我就開始有點疑惑 然後她用一些很進擊的瘀器 就跟我說, 你要快點還錢 我有同事在你家樓下等待你 我就問她, 你要知道我姓張 你知道我的身分證號碼有多少嗎 我就跟她核實 當時她竟然是有我的身分證號碼 然後令到可信性增加了 然後她就說, 要我在一個中內 要匯到錢給她 當時我就問她, 我欠你多少錢 她的數目也不太大 是 大概是兩萬元左右 一萬八千多 其實兩萬元在我們平時 都市人的生活中 可能你吃飯、買機票 或者是出門、旅遊 都會花到這個錢 我那時候就想 會否真的會有幾個月的卡數 閉上了 為甚麼對方會有自己的電話號碼 個人資料為甚麼無緣無故外洩 漲散與時不斷追問 不過對方堅決不肯透露 在哪間銀行委派她收帳 漲散越來越懷疑 吸收線後, 我覺得不對勞 先打去我自己用了幾張信用卡公司 去核實我的資料 我是否真的掌握過這個卡數 送入卡公司的別途 也說是不一件事 是 那一刻應該知道是假的 見沒有成效 騙徒就轉用WhatsApp 發送戶口資料 要求張先生過數 一個多小時後 然後我跟她說 我報警和報章 然後她把她之前所說的訊息 立刻刪除了 單方面封鎖我, 已經無法聯絡他們 騙徒明目張膽留下來電號碼 我們嘗試按照這些號碼 回電給騙徒 你所打的電話號碼未能接通 請你遲些再打過來 害怕 知道我虧了之後 會斷亂續續有這樣的騷擾電話 希望能夠保留這些證據 然後給了報案室 希望能夠抓到這些人 希望這些資料會幫到警方那邊